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全民运动会10月份就要来到 而为了提供更好的运动环境 花莲县政府即将启动德新运动公园绿美化的工程 而县长徐真伟也特别来到现场进行会刊的工作 和厂商研讨详细的改善内容 希望能够在10月份的全民运动会中 让大家对花莲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花莲县长徐真伟站在投影面板前 详细地跟厂商研讨德新绿美化工程 为了面对10月份即将到来的全民运 县长徐真伟也希望让外地来的选手及游客 对花莲留下一个好印象 日前特别协同行政纪研考处长林金虎 及教育处长李育仁来到现场实地会刊 希望将德新运动公园打造成更舒适的休闲环境 看看未来我们在这个德新运动场区 如何把我们的植物还有整个场区绿美化 让来的我们的所有的乡亲 在这个运动场区能够更加的休闲 而且在休闲之余 还有我们美丽的花花草草 另外也配合我们这一次花莲的 我们的这个美伦溪的工程 也希望在这整个配合我们国福这边的美伦溪的工程 然后把整个运动园区把它连接起来 让广大的花莲乡亲以及我们很多的游客 都能采进的我们运动园区 因为花莲是台湾这个培育体育人才的摇篮 所以我们非常重视整个我们全民 大家一起共同来休闲游去 另外今年10月份 花莲县政府将举办全民运在花莲 所以我们也希望用最这个 最美丽的花园城市来迎接全国的乡亲好朋友 而这项绿美化工程除了德新运动公园 也延伸国福及美伦溪地区的运动狼带 希望尽快提供民众一个更好的运动空间 并且逐步将花莲打造成花园城市的理想目标 记者徐丽晴 花莲市报导